音樂時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音樂時光 我們音樂時光到目前為止 其實訪問過很多很多音樂人 那我們訪問過的人 有可能歌手啦或是製作人 或者是做幕後配樂 或者是做廣告配樂 可是呢我今天請到一位大師 他是全部都做 不管是任何一種形式的音樂 他都做而且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很難把他定位為 對而且他還出唱片 所以我很難把他定位為 他到底是藝人還是歌手還是製作人 還是配樂大師呢 那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可以歡迎到 這一位超人 神人 奇人 陳建琦先生 嗨念玲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陳建琦 我想你大概沒有想到我們開場會是這麼 對啊我沒想到可以是這麼 這麼嗨的一個開場 感覺上這個節目應該是很有 氣質的一個 我們剛剛很有氣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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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你跟娃娃相處那麼久 可能對於我這種覺得是 小屋啦 其實娃娃是大屋啦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預告一場非常不錯的演唱會 對而且其實很稀有 因為他不是說每一年都一定會辦喔 所以其實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 而且票剩很少對不對 對 19 20在台北的Legacy 那19號的票已經賣完了 所以現在剩下20號的票 不過如果20號你也買不到或者時間不行的話 25 11月25 26在高雄的The Wall 柏爾也是有兩場演出 對我們這一場是魏如萱就是 我們剛剛一直講 哇哇哇哇哇哇 我怕大家導致金智娟 對 所以我們要趕快講一下魏如萱小姐呢 對她最近應該算是這個月吧 對11月10號才正式發行 對很新很新的一張專輯 叫做不允許哭泣的場合 那她剛好也是配合這張專輯的發行 所以會有等於是有點像巡迴演出對不對 對就是發片的巡迴演唱會 那目前大家比較可以看到在台灣地區的是 11月19 20在台北場對不對 所以就是星期六跟星期日的晚上幾點呢 晚上八點正式演出 八點 那還有就是第二個星期就是25 26號 對在高雄的The Wall 那如果大家想要購票的話 應該要洽詢哪一個單位 台北的話是在年代售票 那高雄的話是在博克萊售票 我們現在已經跟大家介紹這麼多 我們該講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真的要好好介紹一下這張專輯 因為劍晴老師跟娃娃應該是合作有一陣子了對不對 其實非常非常久 如果是專輯的話其實是第二張完整的專輯 但是我跟他的合作要追溯到 當他只有17歲的時候 當時我也只有 他現在也才18呀 這個我不敢這樣說 沒有他不在 我不需要討好他沒有關係 對那也就是說十年前 當我也還不是這個 演才17歲的時候 就認識他了 那個時候我們認識是因為 楊乃文的演唱會的關係 那他來幫楊乃文練團 因為乃文那時候有很多宣傳活動 所以在練團室裡面 我們還是需要一個主唱 來知道說歌的進行 他那時候還不算是發片的歌手對不對 沒有他那時候只有簽約 但是還沒有任何的發行物 17歲耶 那真的有人就真的是天生就會唱歌 對那個時候其實他來代唱的時候 就是說來練團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很訝異說 那個年紀可以唱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尤其是乃文的歌其實不好唱 對然後那個表情啊 還有就是感覺上他都可以弄得很好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覺得魏如軒娃娃她的聲音有一種特質 就是她結合了可愛跟成熟兩種成分 因為其實她的技巧 當然她的音色是有一點點可愛 唱腔是有一點 有時候有點撒嬌 可是她的細膩度跟她技巧又非常的成熟 所以就是少數可以集合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對因為大部分就是說不管是現在或是以前 比如說我聽到有一些就是有點刻意要往可愛方向去的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不那麼自然 就是你會有點尷尬 就是說她可能已經也不要說是年紀大 超過18然後還是一種可愛的那種口吻在唱歌 其實有時候我會覺得不太適合 可是娃娃唱這些東西就完全沒有這樣子的尷尬產生 而且她其實有時候她的那個共鳴還蠻厚的 對對對 對她有時候出來那個力道還蠻夠 就是跟一般大家認為那種可愛娃娃音的那種差很多 對所以她的那個聲音我覺得是耐聽的 因為很多那種比較可愛一點的唱法的時候會很容易膩 大概聽了半首或兩三首都已經就這樣了 可是娃娃聲音很多變 對那她會開始以可愛的聲音被大家認知 也是因為她第一個發片的是自然卷 對那自然卷裡面的設定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奇哥蔡坤奇對娃娃魏如璇的設定就是 她希望她是用比較輕的比較可愛的 再加上因為自然卷的音樂創作的內容 也都是比較沒有壓力的比較輕音樂的那種感覺 那非常成功 所以大家對於娃魏璇聲音的認知就比較早期就比較停留在那個位置 可是當這一件事被大家定位了以後 其實後面的路蠻難走的 因為你好像要走出去又怕原來的聽眾好像覺得你變得很奇怪 可是你不走出去永遠都停留那裡也不是辦法 對所以這就是我跟娃魏璇合作第一張 尤雅刺猬的時候遇到了困難 就是說在製作方向上跟寫歌跟怎麼鼓勵她往哪個方向走 其實這個非常非常兩難 因為自然卷在不管在台灣或者是在大陸 其實回想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在大陸裡面甚至就是他們的網站 比如豆瓣網 其實自然卷其實是跟奇珍的fans是差不多的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個壓力在我們在做尤雅刺猬的時候 可是因為後來我還是覺得說 因為畢竟過了十年 然後娃娃的年紀 還有比如說她的感覺 在生活上或者是表達事情的方法上 其實也都很不一樣了 那我就鼓勵她說 要嘛我們就是放手去做吧 因為我在跟她合作 後來很多廣告歌曲裡面 我也知道說她的聲音的可變 對可以可以變化的 然後的可能其實是遠超過之前自然卷的 對因為我覺得這兩張 包括現在最新的這一張嘛 跟以前真的是差異性蠻大的 就是成長了很多 就像你講的 不管說她是她的人生也好 或她的聲音技巧 其實表現的蠻淋漓盡致的 尤其是現在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裡面的 因為像老師請我來吹場的那一首是 BIG BANG 其實很少 台灣比較少有這一種樣子的編曲 你那時候 因為它裡面編曲的風格 其實差異性很大 而且很多都做了一些突破性的嘗試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自己做蠻多的唱片的歌曲編曲 那所以我會知道說 一首歌來的時候 我第一的印象是什麼 那娃娃威如萱她寫的東西 其實也是很 跟她的聲音一樣很多別 她可以寫很輕的東西 她可以寫很重要的東西 她也寫出融化這樣的歌曲 因為這樣的歌曲其實 她沒有一個副歌 然後她的速度一直在改變 然後她的情緒一直在改變 她把一個情感流動 各式各樣 就是說不同的時間 然後對這個人不同的時期的感覺 她都寫在一首歌裡面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歌的編曲一定要跟流行音樂很不一樣 那她的戲劇張力要夠大 然後她的敘事性也要夠 所以我就找了羅恩妮來編這個東西 因為這是她擅長的東西 我就說OK 那我們就朝這個方向走 因為這真的是 我覺得娃娃寫詞的那個 天馬行空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跟劍喜老師 你做音樂的天馬行空程度 有拚 所以你們兩個其實加在一起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不錯的一種 會很有想像空間 你會覺得你們這次又要變什麼東西出來 我也是很喜歡這種感覺 我覺得真的蠻好玩的 我們現在先放一首歌給大家聽好不好 你比較介紹哪一首 那要不就是放一般的電台就不會放的融化 對對對 你怎麼知道我們最喜歡做的 我想應該是這樣 你已經看透我了 請大家來欣賞這首Big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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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中文到底該怎麼翻 大樂隊 好吧直翻 其實有一點像是大樂團 比較大編製 然後有很多管樂 是 對的一個編製 大家來聽聽看融化 我們說過的話 藏在面背底 谁找是你 梦是你 谁心是你 什么也是你 平原让我们陷入骄傲着 何况是立体 默默引我上你的名字 都叫我心跳加速 我记得一些 忘记一些 都会领我心话你一足 保密快把抓起来停下 一段宝宝吃 好想亲吻你脸上应有我 发愕的鸭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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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为我喝尽一口水 别说了 你的船贴近我的船 我们别老 把我们说过的话 容尽朦日尽 加水加火 用力吸引 我们的老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